你相信这个世界有鬼吗 你相信外星人就在你我身边吗 什么 你不相信 那还等什么 让影片给你答案 深夜 一名独身女性从睡梦中被惊醒 她听到从壁橱中不断地传出了诡异的声响 那么 里面到底又会有什么呢 一张诡异的女人头突然冒出来 把我吓得还真是毫无防备 说实话 我并分辨不出这张诡异的女人脸是否是真人假扮的 因为做了这么多期日本灵异影片解说下来 我发现里面所出现的鬼魂形象全都是非常具象化的 这和西方灵异影片中虚化的鬼魂形象相差非常的大 我很不明白两者之间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而这也让日本的灵异影片看上去很不真实 不知道在我的观众中是否有亲身经历过超自然现象的 如果有 那么你们所见到的灵体也是非常清晰具象化的吗 这段影片是一辆货柜车的驾驶员所拍摄下来的 各位从画面中看到了什么 很明显 在镜头的前方似乎有一辆货柜车出现了故障 所搭载的货柜倾斜了 但这却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画面中正在支撑着货柜的竟然是一个人 各位 你们没有看错 这的确是有一个人正高举双手支撑着快要倒塌的货柜 咱们先不论这个货柜中是否装载了货物 哪怕它里面是空的 以它资深的重量也不是仅凭一个人就可以支撑起来的 可画面中的这个人不但能够徒手支撑起整个货柜 甚至他还凭一己之力一点点的将这支货柜给逐渐推回了货车的托挂上 这简直就超乎了我的想象 虽然民间步伐有大力士的传闻 但我觉得画面中的这位勇士已经不是仅凭大力士这个词就能概括的了 他这完全就是具备了超能力啊 如果让这位人兄去参加奥运会的举重比赛 那岂不是所有奖项的第一名都会被他给包揽 不过各位看到这里还不要太过于惊讶 更加令人震惊的还是下面这段影片 这段影片摄录于日本某处街头的监控探头 画面中这位穿着日本高中生服装的少女正在往身上喷着什么 但各位请不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 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名少女接下来的操作 请各位不要眨眼睛仔细看 可以看到 这名少女不小心将手中的瓶罐给踢进了他面前这辆轿车的车底 可就在他蹲下身子想要去捞却捞不着时 他竟然单手就将这辆小轿车的车头给抬了起来 各位虽然这辆小轿车看起来体型不大 但这也绝不是一个少女用单手就能抬动的呀 更何况他还是蹲在地上发力 这就更加不符合常理了 而且他看起来明显就是一副很轻松的模样 似乎对于他来说 抬起一辆小轿车根本就不算什么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整个过程这辆小轿车所投射在地上的影子变化 都是非常自然的 这证明他并不是什么动画特效 那不是动画特效 证明少女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也许他接下来的操作能够给你答案 各位没错了 一只少女的身手 如果这段影片不是伪造的 那他绝对就是一位超能力少女了 原来超人并不只是出现在科幻电影中 他也出现在我们现实世界呀 这段影片来自于印度的一位探险视频主 当天他们来到了一处 被当地村民认为闹鬼的空屋探险 于是发生了接下来的诡异一幕 可以看到 就在两人靠近铁门准备查看时 生锈的铁门竟然发出了剧烈的声响 就仿佛是占据在这的房屋主人对两人的贸然来访表现出了强烈不满一般 而紧接着 在旁边这处小屋序演者的铁门处有一团黑影升腾而起 如果在不将画面放大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看到这是一团黑影 但如果将画面放大就能发现 这团黑影其实映射出了一张女人的脸 灰白的地方是他探出来的半张脸 黑洞洞的眼眶 以及灰白色的脑门和臂梁清楚可见 而下部分则是他低垂着的黑发 各位 这一幕是否已经让你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了呢 但请别急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会更加震撼你的眼球 就在两人因为害怕而推到空地上后 那团黑影又从刚才那个房间出来 飘到了最外面一间矮屋的门前 各位 从这个角度看 这团黑影像不像一团女人的长发飘在了半空 不 应该说 这是有一颗披散着长发的女人头飘在空中更加合适 这个东西站在门前 缓缓打开了铁门 而影片也到这里结束且没有后续 我在之前几期的影片中就曾说过 任何事物都有其容身之所 他们并不喜欢被打扰 这就如同我们人类的家也不希望被陌生人进入一班 所以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 请不要轻易尝试这种探险行为 因为后果真的难以预料 这段影片的拍摄地点为之 在拍摄者沉重的呼吸声中 可以看到正有一个长条状的物体在天空中升腾而上 这个物体周身笼罩着一层光运 在光运之外还环绕着一团薄薄的雾气 从这个物体的运动状态来看 这团薄薄的雾气似乎是从这个不明飞行物的内部散发出来的 但不能确定这是因为这个物体的表面高温 而让周围空气中的水气蒸发造成的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就是不论从这个物体的飞行状态和外星来看 都不像是地球一致的飞行器 那么各位 你们觉得这个不明飞行物又会是什么了 是外星科技的母舰飞船 还是一种纯粹的光谱自然现象呢 一名小伙正拿着水下摄影机记录自己女朋友游泳时的曼妙身姿 却意外摄录到了诡异的一幕 请各位观看 在影片的前部分 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在这名女性的身后是站着一个人的 起初我以为这是他们的朋友在后面帮着这名女性潜水 可当这名女性感觉到不是想要浮出水面时 我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各位 这名女性的后面并没有人哪 就在她上浮的那一刻 我们可以看到在她的身后并没有站任何人 刚才那双腿就这么诡异地消失了 各位请不要认为那双站在水底的腿 其实就是这名女性的 因为在画面的这一刻可以看到 这名女性的腿是和身体平齐的 而在她的后面确实是多出来一双腿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能够看得出 这名女性当时是在努力地往自己男友的地方游 可却并没能游动 这是否意味着 当时站在她身后的那双腿的主人 其实是在拖着她呢 民间有一种说法是 因落水而溺亡的人 其灵魂如果要想得到轮回 就必须找一个T死鬼 那么这段影片中所出现的这双诡异的腿 是否就是正在寻找T死鬼的冤魂呢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影片 请给我个订阅和赞 让我们在下期影片再会 请不吝点赞